花林林区管理处主办 好野人慢慢走比较快 2021身穿离海失地的艺术季活动 因为疫情的影响展延到9月30号 而这一次邀请了十组艺术家 在五个部落创作完成了十件作品 即日起也举办五场火堆论坛 和24场的导览专车服务 欢迎民众把握暑假的尾声 来一趟深度的部落艺术之旅 由花林林区管理处主办的 2021身穿离海失地艺术季 好野人慢慢走比较快 因为疫情影响 暂时延长至9月30日 邀请十组艺术家分别在东海岸 基奇 复兴 新社 猫公和港口 等五个部落创作完成十件作品 今年选定以艺术串联各部落 以策展主题好野人 体现东海岸原住民与大自然的相处互动 在从中探讨世代文化断层 传统记忆无法传承的焦虑 透过火堆论坛导览专车服务 希望民众从中体验深度部落的文化之旅 五场海在路上 火堆论坛在地体验找旅行 除了艺术纪作品导览 还有部落导览 体验活动 风味餐及部落议题论坛讲座 邀请部落族人与相关领域实践者对话 让参与民众更了解部落 体验族人在大自然的采集艺术 还有生活智慧及知识系统 如何建立与传承 认识真正的好野人 同时剖析部落面对的当代处境及威胁 导览专车从8月15日 开跑至9月19日 共24场次 早上8点30分从华联火车站出发 沿路导览作品及介绍部落 午餐享用部落家常风味餐 预计晚上7点回到市区 报名参加仅需负担交通费及午餐费 也欢迎学校、企业、机关和私人好友团体包车 更多详情可搜寻深川里海或脸书粉丝页 深川里海是第一数季 来一趟深度部落文化之旅 记得讲邦彦大华联报导